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希望你记住 如果 朕到了必要的那一天 只能以天下万民的生存为命 去不可怀妇人之人 对谁 都不能心思收入了 当然 娘说的 是只迫不得已的时候 为人称者 要尽量地 避免走这一步棋 娘说的话 还要牢记在行 今儿刮的是什么风啊 把老嫂子都刮过来了 您跪为国公 还称我为嫂子 我敢赔万分 老嫂子快请坐快请坐 瞧你这话说的 这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都是你们家赵太尾的兄弟 你还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邝印他爹 能交上您这位朋友 这辈子算没白活 他在世的时候 您帮助他不少 我这是特地来感谢您的 你真是 老嫂子 你这不是见外了吗 我儿匡印 您帮助他更多呀 老嫂子 这些陈康烂骨子 你还提他干吗呀 匡印呢 时常跟我说 没有机会报答福国公 对他的大恩 我还半开玩笑地对他说 说不定什么时候 您还能救他呢 老嫂子 现在哪还有这种机会啊 这可不好说 国公 听说官家病得很重 是啊 那国公您知道 官家是怎么得病的吗 不知道 听我儿匡印讲 官家是因为听信了无稽之谈 陛下竟如此相信赵狂印 他就陛下除去几名 方面大二之人 绝不会无动于衷啊 赵狂印 赵狂印 说了辱鸣 想起 叛乱之事 当非谎言 朕 朕 朕 又以你一直走 永久测谈 也没有什么蹊跷 陛下上了赵狂印的当 微臣知道 他的酒量非常大 在陛下面前 他是有一桩啊 微臣具具数十 陛下明察 他装不装罪 朕还看不出来吗 陛下 你不要再说了 宣 敷衍卿 入宫见家 陛下 好 宣 框印对官家之心 那真是可对日月呀 老嫂子 老夫一定在官家面前 鼎立为框印便明清白 谢国公 老嫂子不必多礼 自我夫君过世以后 我孤儿寡母 全仗国公关照 今日我有一事相求 却难于开口 老嫂子 咱们福赵两家情同骨肉 你有什么吩咐尽管开口啊 那说魂家斗胆了 国公膝下三千斤芙蓉 一朝成龙快续了吗 这个丫头心高弃 尚待于龟主 那我要高攀国公了 老嫂子之一事 我膝下三儿赵匡义 虽身是卑微但尚不顽劣 魂家恳请国公 看在王夫的脖面上 能将他续配给我儿 那我跪求国公开恩允诺 老嫂子 快请起 快请起 老夫早有儿呢 方义自有好学 才识过人 如若小女真能朝此贤叙 那可真是天大的稀释啊 老嫂子 咱们福赵两家 真是亲亲一家呀 对对 禀国公 韩通蓝府宣旨 官家宣您即刻进宫见驾 好 我知道了 老嫂子 趁此大好时期 我立即进宫 为邝义辩明清白 多谢国公 老臣福燕卿叩见陛下 国长平身 谢陛下 谢陛下 坐吧 董 全民监牛 我一直把你当作自己的 故宫 国家的住室 若今 朕 行将棋士 朕有桩大事 要跟你讲 好 你以为 如果朕一旦冰天 萧儿继位 会不会有人谋反 依老臣执行 官家一向善待下面的文武大臣 这反叛 应该不会发生吧 万一呢 要是有人真的生了反心 妄行谋竄 这朝中还有个赵匡胤忠心耿耿 定会平顶盘乱的 赵匡胤 赵匡胤 真的可信吗 依老臣这么多年 对赵匡胤的观察 赵匡胤乃忠心之人 官家尽可放心 如果官家还有什么疑虑 老臣愿将自己的三女芙蓉 去给赵匡胤之地赵匡胤为戏 若赵匡胤别有用心反叛本朝 那老臣的全家 岂不也成了叛贼了吗 理荡诸杀九卒啊 官家 你意下如何啊 你就那么有把握 老臣自信 不会看草严 那好 那好 朕 就依你所走 下持为你两家主婚 由你和赵匡胤 辅佐皇太子 赵匡胤 朕行大昭朝 老臣协助陆恩 朕 国者传朕之 赵 赵匡胤 赵匡胤兄弟俩 来赴宁宫见朕 臣 兵迟 赵匡胤 爹 爹 你找我有事吗 你快过来吧 来 坐下坐下 芙蓉啊 你的婚事可不能再拖了 爹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嫌我在家烦了 就想把我轰出去啊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女儿啊 我也告诉你 这回啊 你要是不走 真就不行了 官家 已经把你指婚给赵匡胤了 赵匡胤 对啊 你还别说 这还真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啊 我和邝义他爹是几十年的好友啊 我不嫁 以前我就跟爹爹说过 不是官居史相以上的人 我绝不嫁 你就别说孩子话了 史相 那朝中才有几位啊 那是要经过很多年努力的啊 你爹爹我是晋升最快的了 那也是四十多岁才成为史相啊 那怎么着 你还想给我找一个老头子回来啊 我 凭什么啊 我两个姐姐都是圣人 我 我为他们俩差哪儿了 你呀 就别想着比天高的了 这人哪 要顺从命运 再说了 这朝中文武百官 都知道赵匡义刻苦好学 这将来立足朝阁 他的品级肯定低不了 就算他做了宰相 那也还是在一人之下呀 这丫头啊 臣叩见陛下 凭身吧 谢陛下 赵狂义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朕任命你为 供奉官渡职 谢陛下信任 这供奉官渡职一职 是朕的侍卫之意 关系重大 臣定不惜性命 以报陛下大恩 你如此的年轻 将来会像你的兄长一样 建功立业 前途不可限量 谢陛下厚爱 陛下 对臣弟的姝恩 赵匡义 粉身碎骨也难报一二 赵光阴 抬起头来 安朝王 朕最看重你 朕的大周瓜 以后就要养朕爱情了 臣自当肝脑徒弟 以保我大周江山社稷 官家这是在施展笼络之术 以防逼反了我二哥 赵将军总算躲过了一场大劫啊 非常之时仍不可大意啊 蒲兄所言极是 赵将军 此时应更加小心谨慎行事才是 据此 我认为 邝医啊 你的婚礼也不宜大操大办 没错 沈兄所言甚是 千万不能让官家怀疑邝印哪 是 邝医啊 委屈你了 因事非常 不备久焰 一切从前 但婚期要选个好日子 弟明白 既然不够 委屈你了 知道关键尚在病中 我们做臣子的 也不能太过招摇了 再说 我二哥和我嫂子成婚的时候 不也是怎么办呢 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你放心 我肯定会让你住上好房子的 我比两个姐姐多漂亮 多聪明 他俩都是圣人 我却 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心气很高的女子 不过请你放心 人 只要有宏图之症 何愁不能飞荒唐塌 我怎么就没想到陛下会这么做呀 父亲稍安勿躁 其实最让孩儿想不明白的 是赵家居然悄悄把这个婚礼给办了 你娶了赵家 还悄悄的 什么意思 官家亲点的大婚 都能办得如此洁洁 看来赵家人真的是很了不起啊 这个赵狂印 我怎么看他都不像个善类 可是陛下突然对他如此重心 也许是官家 也许是官家慧眼十英 也或者是赵狂印本人 并无一致 也许也许 只怕也许有一天 这个平宿不声不响 放点大二之人 坏了我大周朝的江山社稷 父亲息怒 不知道邝义的娘子 会不会想不开啊 真是难为他们了 因为我 结个婚都不能热热闹闹的 月红 那天早晨 你跟我说了亲近二字 多亏你提醒 不管怎么样 现在邝义成婚了 官家对你也好起来了 你呀 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 不能掉以轻心 自从官家最近 大肆杀戮的举动来看 大肆杀戮的举动来看 他还没有完全地信赖我 那 那可如何是好 景观其变 来 庞义 浦兄啊 来 坐 真不好意思 这么晚来打搅 浦兄深夜来访 一定有什么要事吧 庞义啊 这宅子不错呀 这是不久前 官家赐婚的时候 张永德非要送我的 张殿帅真是人意大方啊 殿前都殿剑张永德 关键的大红人哪 是 庞义啊 你想怎么回报他呢 以庞义现在的能力 谈什么报他呀 庞义啊 school知道你是个心底善良的人 但是 我们要做大事 就不能心怀妇人之人 浦兄这话 什么意思 眼下 官家对你二哥的猜忌 非但没有见 خ 反而家中了 我们一定要利用 官家采集文武大臣的最好时机 离间官家和张勇德之间的关系 解了张勇德殿前都殿剑的职 这不是恩将丑报吗 邝义啊 你想想 如果解了张勇德的职 谁会接替呢 乌尔哥 没错 这好是好 但是如何能做到呢 什么意思啊 乌尔哥 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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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 皇爷啊 已婚嫁和宫中很瘦 这件事 他要助我们以彼之力 好 好 官人 赵谱这个时候来 有什么事啊 谱兄啊 谱兄写了首诗 让我帮他看看 连香 你先下去吧 是 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 小心点 别让连香看见 怎么了 来 明天 你进宫去 把这牌子 亲手交给一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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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拜见娘娘 来 来 王姐 小的在 我问你 你是真图报的什么 小的能活到今天 都是娘娘的大恩大德 小的一在思索 如何报答娘娘 好 你能如此想 也算当初我没救错人 那你就帮我办一件事 事成之后 我会给你家送去五百罐钱 作为补偿 娘娘尽管吩咐 小的办就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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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好 亲 掌握 娘娘放心 小的一定为您办脱子事 亲父事 恳请药王菩萨 让陛下早日靠佛 王秦恩 在 把供品埋入地下 请药王菩萨享用 是 挦药 好 我的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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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臂孟宏 禀圣人 小的在院中埋贡品 挖出了一块牌子 不知何意 呈给圣人 典俭座 什么 娘 怎么挖出这么个母牌 典俭座 这会是什么意思呢 王剑 在 来 你这是从哪里弄到的 想奉圣人之命 去院中埋供品 却挖出了这块牌子 不知何意 就成一圣人 怎么了 陛下 陛下 你倒是告诉臣妾呀 这 莫非 你 莫非是不祥之诏 这是臣妍 典剑座 就是典剑官 也就是独典剑 做天子 什么 独典剑做天子 后堂 明宗皇帝 李思源的女婿石经堂 就曾经灭堂 剑里经过 而我朝独殿剑张永德 也是朕的缝吗 多怪我去祈祷 还让给药王菩萨埋供品 多怪 王剑 小的在 记朕的口语 是 免去张永德 殿前渡殿剑 禁 剑教太尉 同忠书门下平章时 禅州节度时 两天内立进 去禅州夫人 殿前渡殿剑 由赵狂隐担任 灵旨 关家 普兄 你说我二哥是不是太迂腐了 这个时候 居然去给张永德见性 关家病了之后 本来一性病就重 我二哥这么做 肯定会招来很多非议啊 如果寒通在这期间这么一挑拨 那关家 岂不是更参与我二哥了吗 好 张永德这么一走 要是我二哥能够结张殿前司 那就万事大吉了 光义啊 还有侍卫禁军司呢 你曾经掌握的禁军数量 比你二哥多啊 李崇敬的军队兵马是多 可他主要是守卫金城啊 可他主要是守卫金城啊 我二哥的殿前司掌控着皇城 兵马虽少 可都是金锐呀 可李崇敬是官家的表哥 官家要除掉方脸大耳之人 需要李崇敬才能办到 因此 李崇敬必须除掉 蒲兄 是不是已有定见了 尚有一击 可不成熟 眼下形势如此紧张 也只好如此了 父亲 孩儿看到赵光业去了张永德府中 两人足足带了一个时辰之旧 孩儿还看到 出府之事是张永德亲自送的出府 并且两人面不通合 一一戏别 我这就进宫禀报陛下 父亲 你忙什么 怎么 爸 不跟陛下说 赵光业和张永德在这个时候见面 必有图谋啊 孩儿愚对 不知有何图谋 这 父亲先别兴计 官家能亲自委任赵光业 为殿前都殿前之职 又把自己的小姨子 指昏给了赵光业的弟弟 由此可见 官家现在对于此人是极其的信任 官家是一个颇有处见之人 要想让他改变主意 必须有充分的证据 那依你之见呢 孩儿愈见 时至今日 赵光业并无半点依据 在没有证据之前 父亲断然不可以像以前那样鲁莽行事 如若不成 反而助其高升 如果此 真能忠心设计的话 还望父亲与其同心共识 共往大舟江山在世 颜值有礼 爹听你的 哥 哥 想什么呢 想怎么练兵 这是我向官家请的旨 官家病好了以后要再次备争 得取被七旦人占据的烟云十六州 不 官家现在对你特是猜忌日深哪 官家把小姨子都嫁给你了 又让我接替张永德接任了殿前督殿件 这是多大的信任 你就不要瞎担心了 好 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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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将军